在大众的印象中,非常生活的都是黑人,我们平常都会说一百遮三愁,好像长相在美地人如果皮肤黑油油,的话给人的感觉也不太好。 这种印象不光是我们有,欧美国家的百种人,对他们更是非常的歧视,所以非洲大陆很早就成为殖民地,生活在这里的黑人,更是被当作奴隶贩卖到世界各地。 但是如果你以为所有的非洲人都是黑人,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是落后国家,那就错了,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个非洲大陆上的发达国家。 稀奇的是这里的人也不是黑人,这里就是摩洛哥,以前大家可能听说过这里,因为它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小,只是没想到它居然还是非洲的一部分。 虽然如此,但是生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浑血种族,所以不但不黑还有浑血儿的那种天然美,这里也不像其他的非洲国家那么穷,相反的非常富裕,旅游业也非常的发达,每年都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消费。 至于原因,最主要的是这里的地理位置,位于非洲大陆的西北角,仅靠大海,不但没有缺水的情况,各种森林,沙滩覆盖,俨然是个发达的沿海国家,气候也不像内陆那么炎热,是个旅游度假的好地方,所以才会吸引那么多的人前来旅游。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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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